一般消費車Care的樣子 我拿幾十萬出來買車 很多朋友都問我 你怎會買的 摩托壞的 你這麼喜歡開車 腳車 我又沒甚麼要求 試這麼多電車容許我大膽說 如果說舒適 慢渣的舒適 這部真是手屈一指 是的 我們很久沒做過的聯合測試 今天我們有三部電動SUV 全部都是Premium brand 不同價位的 首先我們有最貴的0至RZ 然後旁邊就是寶馬的iX3 以及Audi的Q4 e-tron 今天這三部車 我們會分別講一下基本規格設備 之後Edmond就會跟我逐步試試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 我們先看看三部車的規格 首先是Audi的Q4 e-tron 45 這部車的價錢是$439,800 香港買的單馬達後駒板 馬力286匹 扭力545Nm 電池容量是82kWh 可以走到的距離有547公里 AC中差最高可以支援11kW 而DC快差可以去到135kW 大家要留意一點 45這個版本暫時還未來到香港 我們今天測試的是低級的DEMO車 無論是電量、動力輸出和車廂的設備 都會跟接下來的版本有少許出入 接下來是BMW iX3 M Sport Edition 這部車的一換一價錢是$549,900 同樣是單馬達後駒板 馬力286匹 扭力400Nm 0-100是6.8秒 電量是73.8kWh 續航距離460公里 AC充電支援11kW 而DC快差最高可以去到150kW 由於它是M Sport版本 所以車身已經有很多M的裝備 最顯眼就是它已經裝了20吋的M Aero Wheels 最後一部是凌智的RZ450E Ultimate 價錢$639,640 它是雙馬達四驅的 總輸出達到230kW 即是大概308匹 頭馬達扭力有266Nm 而尾馬達是168Nm RZ450E的電量有71.4kWh 續航距離有470公里 不過留意這是NEDC的通計 充電方面 AC支援11kW 而DC快差就去到150kW 好了三部車的規格我們就看完了 然後我們就逐部車看看它們的設備highlight 最重要當然是試車 看完幾部車的規格 我們首先就看看這部今天最便宜的 Audi Q4 e-tron的車廂 其實這部車設備上不是很豐富 不過基本上它都有 例如Virtual cockpit 中間MMI系統 馬安位是一個懸浮式的 以前Audi沒有看到這個設計 這部比較新鮮一點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這個軚盤 這個類似八角形的軚盤 以前的Audi也沒有看到 其實這部車暫時是一部展示 它跟我們接下來會在香港買到的版本有些不同 這裡頭頂是有一個大的玻璃天幕 另外它就沒有Apple CarPlay 但它就有內置的自己的導航系統 這方面就真的可能差一點 始終Build-in的導航系統 我都用過很多套 很多套都是慢慢來的 它到時會有無線的充電 以及它的安全駕駛輔助系統 都是一些基本的設備 例如它有Presense 前方防撞 泊車有後白鏡 不過沒有360鏡頭 這部車本身的尺寸不算很大 比Q3少少 比Q5小 以它的後座來說 我覺得它的闊度是正常的 但它的Legroom是不錯的 以及它有一個電動車的平地台 坐下座位的展材都不錯的 大致上這部Q4的Highlight 車廂各方面就是剛才所說的 其實這個版本就不是最終會來到香港的版本 但你駕駛初步的感覺是怎樣的 挺好的 但我上次有一個conclusion 一開始駕駛時不太像奧迪 奧迪本身會比較快 再輕巧 但這部駕駛時 駕駛有那麼少重量 以及轉向速度沒有 以前駕駛的那些奧迪那麼快 因為我們在香港試的Model 這部Alde試親到高性能 你有沒有懷疑呢 普通入門的我們都好像沒有怎樣試 有親高性能的就是 Progressive Steering 是快慢軚的那種 但還是偏快偏輕一點 是的 奧迪我們一向是四驅 甚至連單純的頭輪都比較小 這部就特別一點 這部是後驅 所以我整個駕駛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不同 首先很面善 整個Dashboard 大家預期望電車應該有新的interface 其實它可能會令你失望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挺好的 見到真車才知道 其實它是類似Station Wagon 和SUV之間 整輛車是有點扁扁的 有點像Q2的方向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重心再低一點 這部車在鹿頸這一邊 挺好飛的 因為重心很矮 再加上電車本身 真的重心壓得低 所以駕駛起來的感覺挺聽話 而且避震設定挺舒服的 對了 它這部不是Sport避震 而是Comfort避震 但基本上我覺得就算是彎 感覺也挺好 還可以的 你又不可以當它跑車 但一般的速度稍快一點 其實挺聽話的 經常都很鬆融 又不會說很遠 不過我會期待試試試 到時來那輛45 因為輸出上也挺大出入 跟我們現在試駕駛 這部是40 那是200匹 那一部是280多匹 最重要是扭力 差不多是雙倍 所以這一刻駕駛出來的 Power 的感覺是完全不精準的 可能到時換回Sport避震 還有這部車比較特別的 就是上次我都有提及過 尾壁力是用股的 是用股的 踩下去其實我覺得性能上 沒有甚麼特別 覺得股有甚麼問題 始終它有Regen 這個規格不算很強 但夠用 不過就是美觀 始終你不買的德國車 很少見到用股的 我好像未開過古煞的Audi 入行那麼久 也老實說 無論是Audi或Volkswagen 這個級別的電路車都用股 為甚麼呢 好像你所說有Regen 其實經常都動不了這碟 股無可否認 股煞起來的力量是較大 而且不用任何條件都可以有這麼大力 都可以了 不過我又碰到這碟 我下一個 又碰到這碟 不過Audi也是這樣 我下車時一扭 咦 為甚麼又有收音機 如果車輪再漂亮一點 效果更加好 但股定期要清掉鼻涕粉 如果真的用得很盡 熱會很難散 這是股的問題 這些可能一般消費者都不在乎 一般消費者在乎的樣子 我拿幾十萬出來買一隻 股 另一件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它的Regen有Pedal Shift 可以去調校 這個比較方便一點 其實它總共有四級 這車駕駛起來都頗容易上手 即是整體你都頗滿意 OK 因為首先它後座又不是很窄 我覺得頗闊 還有尾箱很大 這樣的尾箱又這樣的尾箱 是頗驚喜的 最重要我覺得這車頗不錯 這部是避震設定不錯 Comfort Suspension 搭乎兩噸的重量 設定不錯 這部我們就差不多了 接著就跳到下一部 這麼快 今天是快餐 對 快餐 對 快餐 OK OK 下一部 好 接著我們看看這部寶馬的iX3 大家都知道這部車是由汽油版的X3 改出來變成一部電動車 所以車內整個佈局和汽油版的X3 都不相伯仲 差不多 你會看到這個藍色的Start-Stop鍵 就是它的特色 表示它是一部電動車 其餘設備上它都頗充足 兩個12.3 吋的螢幕 一個是中間 一個是標版 不過它同樣都是沒有Apple CarPlay 這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差一點 裡面它已經裝了一套 Impressive Package 套餐 加了三萬多元 裡面就包了一個360的鏡頭 一個高級一點的Harman Kardon 音響 以及你會看到前面有Head-Up Display 安全駕駛輸系統上 其實它整套都頗足夠的 包括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前後的防撞 Link Keeping 一些Cross Road Traffic的Warning 等等 它都已經有了 你看回這部車的後座 如果你坐了下去 你會發現中間的座椅都依然在 它就拿不到電動車的平地台的優勢 但盛載的座椅都頗正常 沒有覺得地台升得很高 以及它中間也有冷氣出風口 最吸引我的就是頭頂的天窗 真的非常之大 剛才Brian 跟我說 這個太陽鏈要關掉 都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它的圖程比較長 這一代的X3 汽油版剛剛推出的時候 我覺得挺好的 比起上一代是大進步 特別在舒適性上 這部駕駛其實感覺都相似 最主要就是改善隔音 這部駕駛真的很值得 如果你當作平日駕駛 我覺得是非常舒服的 不過你再細心一點去感受一下 其實都坐得挺高的 那它原本也是SUV 對 但這個高就有一點令我感覺到 懸掛一些微細的震動 它不是很騷擾 但你細心感覺一下 就會感覺到有一點小震動 上次我在大武山市 你知道我又忍不住了 我是覺得它的Rolling 比較多 行爛一點的路的時候 你會感覺自己移動 不是說不舒服的 因為你駕駛的SUV都是差不多 只不過車又重 我會感覺到面膜是多大 很多朋友都問過 你為什麼會買的Motorway 你這麼喜歡駕駛車 腳車又沒有什麼要求 沒有什麼要求 這部是比腳車多了很多東西 起碼你平時駕駛的感覺已經很享受 你想想它的後座也是很大 後座也是很大 跟Hair X3 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 頭頂又不會突然少很多 它本身的車型也會造成一個高身SUV的車型 就算它可能真的升了一點 座墊也不太空 所以如果真的想買一個空間好用 其實這部是不錯的 你看它的尺寸 其實它沒有RZ那麼長 不過Wheel Base 其實它稍為長一點 RZ 你再看真一點 其實它長在Overhand 頭的Overhand很長 這部沒有什麼 如果真的計算空間的話 連同後座 這部是會好用一點的 不過我又一般的 這個Sport Mode的軚感 突然間變得很重 這部車我上次試的時候 已經覺得它的定性是一些日用車 它的Sport Mode改變的東西 又不是那麼多是這部車 主要是油門反應 和軚盤重量 這部車其實有少許地方 我覺得還挺古馬的 它還很專注於爆炸性和力量 例如外套會轉得比較linear的油門 這部是油門的 對 它有撞一下 也很承認的 它有撞一下 但持續的時間不太長 很快就用到頂 對 即是你突然間啪 然後我以為會越來越快的感覺 又不太強烈 一下子都給你 你又試一下Comfort Mode 一下盡有油門是怎樣的 也差不多 即是沒有撞得那麼承認而已 即是像金屬筷子敲你的頭 跟金屬筷子敲你的頭的分別而已 對 也是痛 對 說到最後這部車 其實我最令人驚訝 都是零成度 整部車的車廂好像很主世隔絕的感覺 大概雙層玻璃 眼前看到的設備 用料等各方面 我覺得都是這個價位的德國車 對 起碼你覺得你是用這塊錢 當然是買回當時的汽油車 差不多錢的設備 對 充滿品牌 今天最貴就是這部Lexus R-S 它亦是一分錢一分貨 三部車坐進來 我的確覺得這部車內的用料 各樣東西都真的稍為高一點 只是你眼前看到這個大屏幕 我都覺得挺刺激的 這個屏幕很漂亮 下面這些冷氣也是很漂亮的 它的皮革和Trim的質感 全部都有一個高級的感覺 其實這部車的安全輔助駕駛系統都齊齊了 Lexus Safety System 3.0 我都不再多數了 應該有的 它都會有的 其中一件比較特別的 就是它的360鏡頭 不僅是360 你還可以看穿牆 它是可以令車變成透明 就像Land Rover之前的功能 只能看穿路面 還有這個天窗 雖然中間是有一條橫樑斬開兩折 不過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不用太陽鏈 用這個變色的按鈕 按一按就會變透明 再按一按就變成一個奶白色 它有了這個冷暖椅 我非常喜歡的冷風椅 還有它已經包含了這個無線的Apple CarPlay Mark Levinson 的音響 不過有一樣東西吃虧一點的 就是前面這個標板 雖然都是Digital 但就不像另外兩部感 是一個Full Screen 說到後座 其實它的Lake Room是非常舊的 闊度亦不錯 還有一個平地台 不過問題就是平地台很平 但亦都很高 令到座墊就像這樣 一塊墊樑放在地台上 所以坐起來就會落不到大腿 膝頭亦屈曲的角度比較高 坐姿來說就不算太舒服 我第一個問題想問你 你覺不覺這張椅 摩羅有點像私用椅 有點像 不過其實它不是私用椅 它叫Ultra Spray 即是一些鏡皮 但看起來感覺有一次私用椅 但軚的皮我非常喜歡 其實整部車的用料質感都很英俊 我覺得這部車上次我在法國試過 我也有條影片拍過 大家如果想看詳盡一點 那部車上是比較有趣的 我上次試過那部是飛機台盤 我見了 上次也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後座座佔比較矮 這部車坐長途不會太舒服 因為你始終曲得很厲害了 是 但駕駛我覺得極度舒適 我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那種舒適法是很Lexus的 它的寧靜度是特別的 它的寧靜度只有一個頻率 好像經常都在一個聲調中平穩 所以我剛才試了幾轉 我簡直不想開心機 是靜得舒服 剛才我們試駕駛X3是很寧靜的 不過有少許在密室內的感覺 是的 這部就跟你說的差不多 即是有一種未至於如世隔絕 是 但整件事是很冷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試駕這麼多部電車 容許我大膽一點說 如果說舒適慢渣那種舒適 這部真是首屈一指 首屈一指 是的 你認真去摸一些東西 以及真的聽一下 感受一下避震 真的是豪華車 做了很多細緻的事 細緻的事 令到你全體驗很討好 這部是今天唯一一部雙馬達四驅 它的設置是有些有趣的 頭馬達的輸出是比起尾馬達 差不多大一倍 前面150kW 尾就80 雙差都挺遠的 但我們看這個動力分佈 其實基本上四個輪子一起出力 沒有說哪個特別Bias 只不過前面的工作本身是大力一點 輸出較高一點 我覺得它的調節 油門 軚盤 比較Linear 即使它是今天最高輸出的車 但你會覺得它不會一下子爆發所有東西給你 它有過程漸進一點點 我覺得它的細緻程度比德國車更細心 有日本人的細心 所以軚盤 油門 甚至REGEN 都是很日本人精神 好客之道 我照顧得很好 有個過程 現在用軚盤是可以加減REGEN 它總共有四級 現在是最大的 盡油 收油 你看到阿芙的頭部也有少許移動 但不是那種塞在櫃盤的感覺 我一直都未給油門 未踩BREAK 它一直貼下去拖 對 一直貼 現在安全的情況 它不會停的 不是Wand Pedal 是會繼續走的 你看到運算的過程 其實它也是希望你舒服一點點 就像阿龍Sir在上一集的學堂所說 多點用流的方法 也不是壞事 其實它特別調整過那個避震 這部車雖然是六十多萬也不便宜 它沒有勇氣避震 但這套避震設得很漂亮 很漂亮 它一種舒適化 吸震的程度 基本上不用太害怕任何路面 其實它的輪胎也不算小 20吋輪 尾2-5 頭2-5 頭2-5 這個組合有點奇怪 我們也是弄不清楚 為何電動車要明明前方較大力 但輪胎也較窄 通常四驅也不需要前後輪不同的動物 除非你為外表 所以你看到輪胎也這麼大 輪胎也這麼闊 車也不是輕 但它的避震沒有靠空間 很多路面都可以做到很舒適 但這個懸掛又不是說不能撞 都可以的 這個懸掛是很快的 很奇怪 是後座 說來說去 是後座最大的缺點 其他包裝上 我剛才都說了 設備上是很好的 我反而想知道那輛豐田的BZ4X 因為基本上它們是某程度的姐妹車 這輛重料很多 BZ4X 可以有多少成呢 價錢又可以便宜多少成呢 難得今天可以做到這些group test 好像我們以前做書那些 對 很久沒做過 我們經常做雜資 雖然今天不算是同級車互相比拼 但大家都是一些豪華電動SUV 我相信這輛CAT都是最熱門的 大家選擇車都是選擇這些 如果大家有甚麼題目想看 留言告訴我們吧 我們盡量去約吧 還有我想知道大家對這三部車的樣子如何看 因為Lexus這樣子有點怪怪 好像一隻樹 但其餘了兩部就比較保守一點點 Q4也有些不同的 iX3 當然就是iX3 大家又怎樣看呢 留言告訴我們吧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